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CASIO金石这个牌子 真的性价比值很高 最近有些标迷第一次玩CASIO 他说很少玩石英标 他说CASIO的质量好不好 我就给他一部计数机 我就和他说笑 我给他一部计数机 CASIO的计数机 我说这个计数机 如果CASIO的质量不好 我想说这个计数机 每个人都用过 基本上用10年20年都没问题 那部计数机是非常耐用 几十元一部成本 那我就说CASIO如果真的质量 好还是坏 我说你就未必相信 最简单就是如果他坏 你才买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CASIO一早就收拾了一粒 肯定我答你 这个就是CASIO金石 那我今天第二个推介 那这个标就是这个 做了一个米兰标带 一个蓝色的放射性文标盘 加上了日力 日力枪就是黑底白字的日力枪 写着了WR50M的防水 日本机心 一个石英的机心 行电池 一个日本机心 这个标就是做了一个 三年左右 就需要更换电池一次 用这个SR621的SW的电 非常准确 时间标准不差值 每月正负20秒 即是一天是少于一秒钟的不差 CASIO真的很好 除非你说我完全不玩石英标 如果不是 如果你只要有玩石英标 其实非常准确 你看到它很有趣 那个黑度 大家有没有 让大家看看 那个黑度 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到它 3692这个位置 它就做了一个银色的黑度 调子的黑度 其他部分 就做了一个蓝色的放射性文标盘 远边的位置 远边的位置 都做了一个内影边框 和一个唱片文 看到吗 中间做了放射性文标盘 其实一只平价的CASIO 它也做了一些细节位 很多时候你未必有留意到 例如内影边框 有些数目字 和一些点点的配色 增加了整只标 在简约设计下 都有一些丰富感 好了 标盘位置 就做了在三点位置 做了一个拉推管 一只标做了50M防水 踢起标盘后 有停秒功能 我试一下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很紧致 手感很好 很紧致 调到6点多 中复的位置 半格教 升旗日力枪 半格向下转动 教日力枪 一格格调 好了 调完之后 按进去做了一个拉推管 好了 那只标做了一个抗氓的水晶玻璃标面 沿边的位置 做了光身的不受光 做了抛光的不受光 标脚位置做了抛光 玻璃和标圈 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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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做了一些车边 你看到它做了一些车边 玻璃的位置 挺漂亮的 其实日表我真的觉得不错 而且性价比值超高 尤其是伊奇真的刺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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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价格我特意找了这些卡什套金石去推介给大家 真的非常划算 好了 我配搭了米兰的标带 米兰带 首先我有几样东西 米兰带要符合到猪仔最低要求 我才会推介 第一就是它电的时候不要电得太久 就是电到的时候不要电得太久 或者积纹的时候不要太紧 你看到很Smooth 很油顺的 第二就是不要戒手 如果戒手 那怎么戒呢 完全不戒手 你看红都没有红 那不戒手 然后你看到它积的密度 密度越高的时候 就不容易摄到手毛 夹到肉 你看到密度很高 完全没有缩位 虽然它不是用了一条很厚的米兰带 但OK 我自己觉得这支标配米兰带 真的非常好 因为你坊间买一条米兰带 有这样的质量 都要去到百多两百元 老实说都要去到百多两百元 那只标几钱 要看一下 那标扣就做了一个摺摺式的标扣 这支标扣也很好用 我觉得很方便 只可以移动长度 例如天气冷了 你会缩一点 天气热的时候 你可以移动松一点 好了 一个嵌入式的底盖 这个底盖就是做了拉斯花纹 上面也写着 Japan Movement Case in China 日本基深 中国组装 五个巴的防水 即是50米防水 不受降的 好了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很帥 这个标真是 好了 猪仔推介 这个Caseo金石 究竟多少钱 和直径多大 整支标的重量 是76克的 76克 我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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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73克 74克微度 73.9克 74克 也比较轻身 不会太重 它的标准是76克 差不多 另外这个标径 有几合适 40M的标径 不大不小 30 我计算是39.2M 它是40M标径 厚度是8.2mm 厚度是46 所以标不算太大 我觉得比较合适 试一下猪仔戴上手 看看有什么感觉 不如 虽然我没有调校 尺寸 但是我 只要磅一磅 都挺硬的 再加上米兰戴 老实说 如果你想买米兰标带 而又没有心水 买这标就等于买米兰标带 因为你外面买米兰标带 真的要一百多两百元 走不掉 真的要买到这个质量 试一下计算一下 米兰标带的宽度 宽度是20M 適合很多男士的标 男士女士的标 也適合 2022都是最普通的尺寸 20M的宽度 米兰标带的卡什尔金石石英标 豬仔推介 388元 总有一只米兰标带 如果你还未拥有米兰标带 即防即本可以试一下 或者你很喜欢米兰标带 可以真的拥有一只 试一下向下转动 教日力 手感都可以 一格格条 日力枪也有银色金属边线 变得很清晰 虽然他黑带白智 试一下 按下去 好了 这只标带就是 朱仔今天第二只推介 卡什尔金石 不论在圣诞节 甚至是我们的 Ean Co-Sing Party 送给人交换礼物 或者送给自己 作为一年的总结 我觉得这只卡什尔金石 米兰标带 也是一个超值的选择 好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like 就是朱仔 朱仔需要你的支持 388元朱仔有六只现货 可以WhatsApp给我 打给我都可以 告诉我你喜欢这只卡什尔金石 想在佐敦怎么拿 还是黎智哥怎么拿 好吗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like 朱仔需要你们的支持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鈴 订阅 好吗 我们下集见 拜拜